欢迎来到历史客栈,我是美丽 在我军历史上,黄马起义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共出了25位开国将军 因这次起义的影响,而参军的开国将军更是多达100多位 不过说起这次起义的总指挥 今天的人却很少有人知道,实在是一个遗憾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潘忠汝 潘忠汝1906年生于湖北黄皮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 大革命失败后,潘忠汝受党的派遣,在黄安县组织农民自卫军 1927年11月,我党决定在黄马地区举行起义 攻取敌人防守薄弱的黄安县城,并成立了黄马起义指挥部 由潘忠汝任总指挥 当时潘忠汝还只有21岁 想想你21岁时在干什么? 黄马起义成功后,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自卫军 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厄东军 潘忠汝继续担任总指挥 这支厄东军就是红四方面军的源头 产生了数十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将军 但让人痛惜的是,这位中国革命早期卓越的年轻将才 却过早的陨落了 1927年12月,潘忠汝在攻克黄安县城后 持续打击附近的反动势力 连战连结,引起了反动派的很大恐慌 国民党就派了一个师疯狂反扑,包围了黄安县城 潘忠汝率领厄东军英勇抵抗 但由于敌我实力悬殊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潘忠汝决定突围 突围的时候,身为总指挥的潘忠汝亲自率部担负掩护任务 为了主力部队能突出重围,他先后六次进出城门 不亚于当年赵子龙在长板坡七进七出的审威 不幸的是,在第七次掩护战友突围的时候 潘忠汝身中树弹,肠子都被打出来一截 但他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直到部队全部撤出来 战斗结束后,将士们都获救了 但潘忠汝却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1岁 试想,如果潘忠汝没有过早牺牲 以他领导黄马起义的资历 将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1955年授贤时,肯定是元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